15-16赛季的总决赛 骑士队在1-3的绝境中强势逆转 最终夺去了城市历史上的首个NBA总冠军 能在虎口夺时 靠的就是找到了当时勇士队的命门 否则的话 再提高球队的精神状态 也不可能在对方手握三个赛点的情况下绝地反击 而这个命门就是勇士队无限换防的策略 不能有效保护自己的核心球员 如果一支球队的核心球员是莱昂纳德的话 那么骑士队采用的策略也就毫无用武之地 一个攻防两端毫无弱点的球员不怕单挑 可是库里不是 骑士队正是清楚了这一点 疯狂地在比赛当中通过挡拆寻找库里 无论他在哪里都要给他挑出来 然后单打 而詹姆斯是这个战术的主要践行者 这就是那个系列赛给人最深的印象 时至今日 火箭队依然在践行着当年骑士队创造的这个战术 根据数据统计 常规赛全联盟各支球队 在挡拆中寻找库里的次数为场军2.9次 而火箭队与勇士队的西部半决赛当中 这一数据飙升到了场军19.3次 虽然如今的火箭队和当时的骑士队不一样 可实际上 火箭队还是在用当年骑士的方法来对付勇士队 等于是火箭队率先向勇士队出招了 和当年一样 勇士队可以选择库里自己解决 还是全队帮助他解决 简言之 科尔可以改变球队在防守端最擅长的无限换防的策略 但是那样对于团队的影响会非常大 或者是看着库里被一次一次的挑出来单打 到这里你才会明白 虽然火箭与勇士的防守策略一样 而詹姆斯哈登在防守端的口碑也一向不好 但还是没有一支球队选择挑出哈登单打